HELLO 大家好。歡迎看入彎攻略,我我是wousen 今日來到了維州十多層,五旗維港灣 27座一個16樓、兩方的單位,75乒乓 大家看到了,其實這個單位 看出去東南方向 看海景,當然了 前面有些樓可能遮擋你 但是沒辦法了,現在賣的單位 在這幢樓最高 就只有16樓和17樓 再高一點的單位都已經受興 一個兩房的單位 進來看看 一個直廳的設計 門口在那邊 門口一出來 進來就會是 廚房 廚房三件套 其實都已經有 在這裏 一個名廚 一個16樓 75平方位的單位 進來 客飯廳分明,這邊飯廳 那邊客廳,一個直廳的設計 然後 中間就是我們的洗手間 兩邊就會是 房間 右邊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其實都看到外面的景觀 雖然有些遮擋 但是都會看到海景 一個兩房的單位 這邊其實一樣可以做到三邊 下床加衣櫃 這邊如果我們擺床的話 一樣可以做到三邊下床 一個衣櫃 可以好好利用窗台 這個房間很大 很大 這邊就是洗手間 細房 細房 細房的設計都是標準的設計 來這邊就是 兩房的細房 細房的單位就是 ok的 找一張單人床 再找一張衣櫃 三邊下床就未必做到 這個75平方米的單位 大家猜一下這個單位多少錢呢 這個單位呢 現在那個折後售價 總之一次性付款價呢 最便宜呢 可以是50萬01664元 送了全屋的 駕駛 記住是駕駛 沒有電器 是駕駛而已 OK 你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問我們 看一下 究竟有什麼駕駛送 那我們現在呢 同一層 有第二個單位 16樓 我們現在在這裏 就是27棟的 1608室 27棟的 1608室 我們現在就去對面 一個80平方米的單位 80平方米 27棟的 1602單位 都是一個兩房的單位 80平方米 80平方米 它就是一個長陽台的 空調式陽台 進來 右邊 都是正常的一個 廚房 正常的廚房 有三件套 有三件套 外面就是 那條走廊 後走廊 這個類型的單位 有些朋友 就不喜歡 看到那條後走廊 但是這些單位來說 景觀再漂亮很多了 80平方米的單位 我們去看看 一個直廳的設計 這是飯廳 客廳 一個 一個 長條型的 陽台 還有這個陽台 是闊一點的 是闊一點的 比75那隻 是闊一點的 一個超過6米 長 超過6米長的 陽台 好 接著就 闊 它這些應該是 60平方米 這個2米4 6、4、24 2米多 那外面 看回景觀 就是 向海景的 東南向全海景 不過呢 大家要看回 這裡有個地塊 這裡會建樓的 將來會有遮擋 絕對會有遮擋 這個是弘昌 長山灣的 旗東 二旗那兩棟樓來的 但是這邊 向回整個 南向景觀 都會開揚的 一個80米平方米 80平方米的兩房單位 進來呢 客廳 就應該是差不多大小的 房的開發 都是左右開工 中間廁所 右邊這邊呢 左邊這邊是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的設計 都是一樣 可以做到三邊下床的 放回衣櫃 OK 那這邊呢 陽台可以在這邊 這裡是玻璃 再在這裡有個推拉門 一個門可以出去的 如果有些朋友 喜歡做定制的 他喜歡外推 可以把這裡拆掉 外推 推出去呢 變成房間會大很多 另外 這個小房呢 一轉過來這邊 這個小房呢 就跟剛才75個平方米的小房 我覺得是小了一點 再小一點 但是呢 還有很多朋友 現在不喜歡這個單位 是什麼呢 這隻窗對出去呢 就看到那個走廊位 走廊位 長期呢 都要下窗簾了 這邊 中間就是洗手間 都是一樣正常的設計 那這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呢 80平方米 的單位呢 27座 16樓 027 80平方米 折後總價 是533928 一樣有兩房的 家具 533928 比剛才那隻兩房呢 是貴了 就是 32000 左右 32000 左右 但是呢 景觀更加開弱 多了5個平方米 總價多了3萬2元 其實大概 多了6000元 一平方米 如果我推薦呢 老實說 如果你很介意 那個小房 是看到走廊的呢 那就沒辦法 但是如果不是很介意的話 這個單位呢 用起來呢 景觀方向等等那些呢 都是看高一線的 就533000元 OK 那就多3萬元 我會覺得 這個會 享受盈多些少了 好嗎 我們看一下這三房單位 接著 我帶大家看了兩套 低層的單位 OK 阿潘 這個是潘潘 我們的 銷售同事 除了屏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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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潘潘了 他說屏風以外 所以我剛剛說普通話 所以我現在說廣東話 看一套 13樓08的單位 OK 低層少少的兩房 那 單位呢 裡面的內楼呢 我們就不多看了 跟剛才上面呢 十六樓是一樣的 現在低三層樓 看看景觀 低三層樓 其實十三樓這個景觀呢 跟剛才十六樓差不多的 基本上都東南啦 向海景啦 但是呢 因為矮了少少呢 前面的樓呢 你可能會覺得呢 壓迫感都會多了少少的 當然啦 你現在看那個視角上 看屏幕 是跟我實際看 是有些分別的 對 那判判 這個十三樓的單位 總拿折後 到錢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是 48萬多 48萬5861塊錢 48萬5861元 兩房的單位75平方米 連上駕駛 和剛才16樓那個欠多少錢呢 就欠了1萬6元 好不好 好了 我們去低層一點的單位再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3樓的單位 一個3樓303 現在有點黑了 一個80平方米的兩房單位來的 3樓303 80平方米 一樣的戶型 右邊是廚房 然後兩個直廳 飯廳客廳兩個房 這個單位雖然3樓 因為這個地勢是高了 一樣是看到海景的 一樣是看到海景 不過當然這邊到時候會有樓起 會有樓借 但是這個3樓其實等於 我們離了地面都已經是十幾樓的了 OK 這裡下面 就是 26樓 然後旁邊兩棟樓會起 這一邊的位置會起兩棟樓 會遮住你的 但是一樣會看到海景 這邊也會看到海景 當然你說 是不是很一線海景呢 就當然不是 這個單位80平方米 多少錢啊 477136 47萬多 剛才那隻單位 我們剛才看了 16樓02單位 都是80平方米的 它就是533928 這個3樓303的單位 多少錢呢 477136 都是送全屋的 傢俬的 最便宜最便宜的單位 成棟樓兩房 現在最便宜的單位 就是這個單位 477136的 80平方米的單位 OK 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歡迎找我們 或者找個拍攝 好不好 我們去其他地方再看到 好不好 走 Hello 我們現在呢 Darie Wilson 我們一起去32樓 要看另一套單位 對 有一些三房的單位 大家不要錯過了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到32樓 32樓 剛才我們是27 28 29 30 31 32 OK 一路數過來 由這邊27 28 29 30 31 32 數回來 32樓 這裏有些三房的單位 之前很多朋友都說 有沒有三房有兩個洗手間的 這次有了 好 彭彭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三房的 這個34樓 406 406 36樓 32樓 406單位 這個位置是不是可以自己用 對 這個位置是可以自己用的 因為這裡有一個門 內部的空間是可以自己使用的 對 但是大家記住 這個就不計房產就是明明的 樓契是沒有的 OK 不計數的 對 我們一起進來 這個是一個三房 兩廳兩位 兩位 對 這個是兩個洗手間的一個護行 對 這樣實用 對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麼說 很多朋友都說 碧桂園的三房 很多都是一個洗手間 對 尤其是以前的一次二次三次 對 很多都是只有一個洗手間 對 大部分都是一個洗手間的 對 這一期是升級改造的 這個不到100個平方都不行 97方它就做了一個航廳的 並且是兩位的一個設計 剛才彭彭都說了 97平方米 兩個洗手間 大套房 一個橫燈的設計 一進來這邊 其實都是一個U型的廚房 U型的廚房 這邊也是買那個雪櫃 OK的 實用的 下回來 都是可以 採光很充足 採光 柴光行充足 對 柴光行充足 然後來到這裡 一個大橫廳 一個長的陽台 長的陽台 不過這個單位老實說一句 四樓單位 就沒有什麼很漂亮的展觀 沒有什麼漂亮的展觀 就只有看這個花樣展觀 對 這是一個東南朝向的 它非常的涼爽 陽台也是很寬敞的 沒錯 很安靜 住起來是很舒適的 對 這裡就沒有辦法了 沒有海景的這個單位 那麼就看一下 裡面有三個房 OK 三個房 一個長的一個標準設計是什麼 一進來左邊 一邊就會有兩個房間 左邊 右邊 一個房間 左邊這個房間 其實應該就是 這個是陽台打造的 對 這個是一個陽台抱建的 實際建好的話 是一個房間 對 我們全部都已經做好了 一個風窗 對 對 對 這個本身是陽台部件來的 計數有一半的 現在發電商都和你做好風窗 電製水位那些都在這裡 OK 來到這邊呢 中間就是一個 客廁 洗手間 客廁 洗手間 跟剛才我們看兩房的大色都差不多 來到這邊就是另外一個小房 這個小房 這個小房 這個小房真的不小 對 這個房間很寬敞的 對 這個就是送的 一個窗台 贈送的面積 對 贈送的 這個房間一樣可以擺一半床 一米湖的床 然後三邊可以下床 非常好的 很寬敞的這個附近 對 那麼最後我們看回那個主人房了 主人房這個是套房來的 套房的設計 這個套房其實我覺得跟這個 兩房的比特大 比特大還要大 對 它要更寬 更長一點 對 它帶了一個獨立的洗手間 洗手間 對 是贈送了一個票 對 裡面也是主人房 一個套房 OK 那麼有個票窗位 這個單位呢 其實就貴不貴呢 鵬鵬鵬這個單位貴不貴 這個單位很划算 現在是61萬1740元就可以買得到了 性價值非常高 這個單位呢 鵬鵬鵬鵬都說了 61萬1740元 連上三房的家具 對 還有一個三房的家具 對 就是全屋的家具 它都計算給你的 61萬1740元 97平方米的單位 我們講講 如果61萬 我們剛才看的 最靚最靚的 80平方米的那隻 就53萬3928元 這個就是 又多800元而已 就是三房 兩次 不過就低層 沒有什麼景觀的單位 看看你會選擇什麼 這個單位 61萬1740元 就是大概圍到 656元的平方 差不多 6000多元的平方米 OK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留言給我 也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的 好 今天就這樣 多謝你拍拍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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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